高鴻安原本10月6號 要去中華大學演講 但是後來因為他講了 中華大學夜間部 結果最新的消息是說要延後 那我們聽聽看中華大學的學生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高鴻安因為失言 對中華大學師生錄了道歉影片 卻越鬧越大 原來這影片並非高鴻安主動想道歉 而是學生會聯繫高鴻安 要求他對於不當說辭要給予回覆 高鴻安才錄了道歉影片 這個知名的求評 實名警幫高鴻安算了 因為中華大學是新竹在地的學校 而且我今天才知道 中華大學很特別 他們的就學的學生裡面 大概有七成是新竹人 洪光也是 洪光的時候在八成 對 八成 也就是說那個學校是貨真價實 就是新竹在地的學校 有人幫他算了 說這樣大概會少掉八萬票 真的好誇張 其實不只實名警算 明傳大學廣電系主任杜勝聰 他有分析 我們很客觀來算 整個中華大學大概三十多年 他畢業的校友大概五萬六千多人 那我們保守估計三成 因為中華大學實施非常在地性強的學校 算三成就好 三成留在新竹這邊繼續上班 那畢業生是不是就有一萬五千多人 那一萬五千多人 連同家屬大概三萬人 總共有四萬五千人 那這四萬五千人 占了新竹市總人口的多少 十分之一 等於是總投票人數的八分之一 那我說高雄完這一番話 把人給得罪光 說真的你就危機處理就好 我們回到一開始換哥的命題 我們危機處理就是真誠面對 好好的誠懇道歉 講實話 可是他是火越燒越大 他從中華大學之後 這幾天開始又提到了世界高中 他的原文是這樣講的 前面提到說 我不是針對中華大學 像新竹也有像世界高中職校 我有去鼓勵學生 我想想這個演講 後來我去聽全文 他本來沒有提到演講 他的原文是講說他去鼓勵學生 可是我也覺得很奇怪 人家世界高中的學生好好的 為什麼你去鼓勵 他就是把世界高中這些以技職為主 不管是美法 餐飲 這些很努力的學生 也都有一技之長的學生 把他又分等級了 為什麼要去鼓勵 學校後來跳出來講 不是啦 我們是學校有活動 他只是來參觀 後來這事情惹到世界高中的校長 也跳出來講說 拜託不要再扯到我們了 不要提政治了 剛剛煌哥也有提到 就是說高雄安 我覺得他的高傲 跟他覺得自己很厲害這件事情 在所有過去這段時間他的專訪 跟很多對談中期感覺到 過去他要證明說自己 很小的時候就很聰明 去講說他在幼兒園的時候 當時就有上網 可是被發現56K數據機 是他國小的時候才發明 後來被揭發之後 高雄安還回嗆食品警 不要用無知判斷人 最後一個我要提的是 我認為還有一個特色 他的特質 高雄安喜歡懶攻 他喜歡為了成就之前很厲害懶攻 為什麼這樣講 高雄安在他記者會有講說 我高雄安的論文很厲害 有4000多次被引用 我跟大家報告 我後來就網路上 查相關的這種引用的文獻 英文的網站查 他引用大概是3000多次 我姑且不論4000多 3000多可能有重複計算 什麼那些 一樣4000多算給他 可是後來被發現 那一篇論文 他是掛在第三作者 第一作者是他以的教授 李傑老師 根本不是他 他把他的教授的論文 把教授的文章 變成自己的 那他自己把自己說 這是他自己的成就 我覺得這樣子的行為 要不得 如果他講說 我跟我的教授一起合鑄的 我掛第三名的 來被引用很多 這樣我還可以接受 可是你不能把別人的著作 都變成自己的 簡單來說 高雄人被打臉 還是堅持他是對的 那其他人都是錯的 這是目前大家對他 無法原諒的原因 好 那有一個數字更正一下 他影響的票數 應該是45000票 這件事情很有趣 你知道在網路上面 我們大家很熱情 我自己到好多大型翻車現場 去親眼的去見證 他去占林鄉 他不是去占林鄉 他促成了林鄉 林鄉黑跟林鄉粉的大團結 讓林鄉黑跟林鄉粉 一起共同來踢爆那些 因為4%粉說 他們覺得高雄安的顏值 大家聽好 高雄安的顏值比林鄉好 就因為這一句話 讓林鄉黑跟林鄉好 握手大團結 然後去占博恩 有人認為博恩是綠的嗎 不會吧 有人認為博恩是1450嗎 不會吧 去占博恩 然後去占誰 去占廣告小妹 凡井 有人認為廣告小妹是綠的嗎 然後去占誰 去占男子宿舍 去占一大堆人 然後結果你們有空去占這麼多人 你們怎麼沒空去現場 去幫高雄安動算動算呢 所以這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的聲量全部來自於網路上 那網路上真的能夠落實嗎 我覺得這個是接下來我們要看 我還是說你北風北了 今天有人提醒我 我們的大人哥前副總統 他的論文被引用幾次 好像就要幾十萬次左右 對十萬次 但是大人哥從來沒有放在嘴巴上講過 還有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這篇論文是他教授掛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是一位 應該是一位印度裔的學者 他的名字的開頭 兩個姓跟名的開頭叫BB 那這一位現在他也是在 他在META工作 那他寫了非常非常多的論文 那他的論文幾乎都有引用 他老師的論文 跟他共掛的也好 或者是他老師的論文 那高雄安非常特別 包括他自己個人 他的博論 他的博論是被引用的次數是零 然後或者是他引用 資策會的那篇的這個論文 被引用的次數是二十二 他都沒有引用 他這個所謂的四千五百一十次的 這篇論文 既然這篇論文在他口中如此優秀 你自己的博論竟然沒有引用 而且這個第一作者是你的指導教授 是啊 所以我覺得只有一個合理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根本看不懂 這篇論文的內容 所以不知道該如何引用 這個我真的覺得 談高雄安 我真的覺得是台灣 整個在教育上面的一個 非常值得讓大家面對的一個現象 同時也是台灣的政治史上 或者是我們在候選人 我們在看待你要怎麼去投票的時候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例子 高雄安給我的感覺 好命兒子 千金小姐 真的 從小一路順遂 可以念很好的學校 一路運氣也很好 有貴人相助 不管從學校念書有老師幫忙 或者是這老師還會一路幫到讓他進入鴻海 然後從鴻海離開 然後進入到這個民眾黨 也有這個黨主席如此的提息 甚至於還用強插或者是性 這種話來幫他護航 如果這位黨主席真的認為說高雄安是這麼的委屈的話 那之前林志堅的委屈難道不叫委屈嗎 你怎麼不用同樣的力道 用同樣的心境去幫林志堅呢 好我接下來要講 所以高雄安給我的感覺是 我非常羡慕他有這麼幸運的一個人生的成長歷程 但我同時我也覺得他的成長歷程 給他的人生未來恐怕會帶來很大的一個災害 我先講的是他講那個56K 他講實民景 他是用說你不能夠用你的無知來看他人的世界 人家已經告訴你 Modern這個東西已經告訴你 不管是9900或者1400這些東西 這些包括數據播接上網 我們很多人都是從那個時代這樣子大家活過來的 所以已經很清楚地告訴你 以你成長的年代56K的Modern 當時如果要 不管是Modern的這個機器的一個成熟 或者是當時要用這個數據機上網 恐怕都要到1996跟1997 他用無知兩個字去罵實民景 實民景是誰啊 馬上來的FIFA 你就會天天看到就是世界杯足球賽 你就會天天看到他的球評 你竟然罵一個國內大家知名的球評 是無知 你看他 他不但是傲慢 更重要的是為人刻薄 第二個我想講的 他講匪陶匪 人家在問他說 你那個什麼匪啊 匪什麼的 他講 我們匪陶匪 只有匪陶匪的人才知道了 那很抱歉 我們真的是不知道 你匪陶匪到底是什麼 那我相信很多匪陶匪的人 也根本不知道匪陶匪到底能給他的生命帶來什麼 但我們很確定知道的是 你這次選舉你已經到了北風北了 你知道台大一年匪陶匪到底有多少人 昨天其實這有很多人公佈名單 光一個台大 從這個大學部跟這個壽博士 加起來大概有500個 一年喔 對 一年 一個學年 那其實也不是說 你是1%啊 你在得意什麼啊 也不是說非常稀有的啊 對 也不是非常稀有的 是 成績是很好 因為1%嘛 是很好啦 但是也沒有必要這麼驕傲吧 所以他覺得匪陶匪 對他來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反映出來 我剛剛講的是刻薄 然後第二個我想反映到的是 他人生的蒼白 就你從小一路 你不想 我 北女 台大 師大 榜首 我還台大 匪陶匪 講到哇 這啪哩啪哩啊 但是你看他的人生有多蒼白 今年已經38塊40了 但是他的人生 只剩下這些東西能夠說嘴 你不覺得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嗎 第三喔 我想講的是 他在講中華大學的這件事情 不是被延期了嗎 有四個字我看到了 這四個字叫什麼 他說因為他被延期 因為他為什麼被延期 因為他怕被惡意針對 喂 高小姐 高立委 你們搞錯啊 是誰先惡意針對 要不是你先惡意針對林志堅 要不是你先惡意針對 中華大學夜監部 要不是你先惡意針對 世界高中的話 我講到世界高中 我順便再補充一下 世界高中為什麼被他講 第一個是高職 他瞧不起高職 第二個呢 世界高中正好就在 竹科實驗高中的旁邊 世界高中就正好在竹科旁邊 他這句話我把他的心理 re between the lines 我把他心裡話講出來 哎呦 世界高中也在我們新竹 世界高中也在竹科旁邊 世界高中就在竹科實驗高中的旁邊 但是世界高中是個高職 他的意思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他到現在還是從鼻孔裡面在看人 還從鼻孔裡面噴氣 所以這是他糟糕的事 那昨天講到印第大地的那一場 去看的那一場迷分場 現場真的很悲哀啦 這個事件你看我到昨天中午觀察 從禮拜二這事件發生一直到現在 他的在網路上面搜尋度 20萬 林鄉5萬 到昨天中午升息 昨天中午其實 因為我今天中午到昨天中午 我沒有再查新的數字 昨天中午其實很多人在關心的是0加7 你知道0加7搜尋度才1萬 但你就知道郭鴻安在網路上面搜尋度 但他負評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你在負評這麼高 所以昨天其實有很多的媒體 要去這個現場去拍 看你這個已經一個下午沒有行程 你到底出來會講出什麼樣 這個你痛徹心肺 然後你反省之後的肺腑之眼 結果他講出來 大概就是如同他平常講話 大概就8分鐘到10分鐘的這個演講 你把任何一個地名你換掉 你大概都不覺得有任何的突兀 就是他制式的一個演講 更慘的是現場只有30多個 應該是就是原本會來聽的人 記者攝影記者都比現場的人還要多 還要熱情啊 多长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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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嗨